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我看到了蜜蜂和蝴蝶 对 赶紧来观察吧 可是 赞赞峰 我们该从哪里开始观察呢 先来看看它们所处的环境 它们在哪儿飞呢 它们飞在五颜六色的花丛里 真棒 冠冠熊 图片里有好几种小动物的时候 我们还要确定观察的顺序 一般来说可以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来观察 嗯 我知道了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小蜜蜂 一 二 三 四 五 左边有五只小蜜蜂 真棒 告诉你哦 三只或更多相同的小动物 可以称为一群 所以你也可以说 左边有一群小蜜蜂 那么这群小蜜蜂在做什么呢 小蜜蜂在花丛里飞来飞去 之前的课程我们有学习过哟 它们在花丛里飞来飞去做什么呀 嗯 我想起来了 小蜜蜂是勤劳和聪明的代表 它们在花丛里飞来飞去 忙着采花妙蜜 谢谢你的夸奖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右边有什么 右边有两只美丽的蝴蝶 对 这两只蝴蝶的颜色和花纹不一样 我们分别来观察 冠冠熊你看 它们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呢 嗯 第一只蝴蝶是黑色的 翅膀上有红色的花纹 那第二只呢 第二只蝴蝶是白色的 翅膀上有淡黄色的花纹 那么这两只蝴蝶在花丛里做什么呢 蝴蝶喜欢鲜花 它们在鲜花丛中跳舞 想想可以用什么词来描写蝴蝶飞舞的姿态呢 翩翩起舞 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太棒了 冠冠熊 描写蜜蜂和蝴蝶时 你不光说出了它们的名字 还描写了它们所在的环境 它们的外形和动作 这样一来 爸爸妈妈一定能画得很清楚了 以后描写其他小动物 也可以这样做哟 现在请你用自己的画来说说这幅图吧 在一片五颜六色的花丛里 有一群小蜜蜂和两只蝴蝶 花丛左边 一群小蜜蜂飞来飞去 忙着采花酿蜜 花丛右边有两只蝴蝶 一只黑色的蝴蝶 翅膀上有红色的花纹 一只白色的蝴蝶 翅膀上有淡黄色的花纹 两只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棒极了 现在请你记住我们的游戏规则 把图片描述给爸爸妈妈听吧 期待你们一起完成的小作品哦 谢谢观看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